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講兩個題目 一個是不要看少爺爺撥亂反正的意志 一個是講講美國的塌樓事件 先講香港 近來很多反對派刪文刪帖 例如《立場新聞》在6月27日晚上發表公告 決定將今年5月之前刊出的博客文章、轉載文章、 讀者投稿等評論文章全部暫時下架 又說沒有公司六個董事會辭去董事職務 我一直認為香港的激進反對派 對爺爺有多重的誤判 那就解釋了為什麼好像黎智英這類的頭目 一直都不走路 也解釋了為什麼 在港區國安法9月30日實施之後 仍然有人做很多行為 客觀上是犯法的 他們為什麼會繼續做 現實上他們有多重的誤判 對爺爺的看法 受很多網上充斥著 包括他們自己散播也好 其他的反動組織散播也好 的文章、影片影響 那幾重誤判包括 第一 中共會倒台 第二 中共因為怕外國制裁 不敢叫香港執法 第三 是爺爺的反擊已經受到成效 已經完了 不會再搞了 這些誤判 全部都是一廂情願 中共當然不會倒台 而且是越來越強大 對世界影響越來越大 阿爺也不怕外國的制裁 也不怕叫香港去執法 當然阿爺對香港的撥亂反正行動 有排也未完 不過這些誤判 我就會稱為是賭仔誤判 是什麼意思呢 就說 賭仔是這樣的 輸了不想接受現實 是會繼續賭 一廂情願 覺得自己的看法對 最後會贏的 好像一些股民買四線股 胡亂聽消息 買入之後這股 升了兩人之後 就不斷地插 跌三成跌五成 開頭還會按下股價 報價機去看看 結果就看都不看了 甚至還會買多些去溝淡 反彈 最後就輸身家 這種賭仔誤判 是輸了不願斬攬 不願走的一些情緒 現實上 越是有賭仔誤判 就會輸得更加慘 我只要想跟他們說三點 第一 是不要小看阿爺反顛覆的意志 其實阿爺的路數已經相當清楚了 擺到在桌面上 告訴你清楚 先是立港區國安法 為打擊這些顛覆阿爺的暴亂行為 立了法律框架 也搞了執行機構 不只有警務處的國安處 還有中央直接在香港設立的國安公署 必要時 國安公署在香港 真的可以直接拘捕 送回大陸審判的 你可以說阿爺不嚴厲嗎? 第二 完善政制 在將香港 無論是行政長官的產生方式 產生他的選舉委員會 到立法會產生方式 全面執行過 簡單來說 就是完全打斷了激進反對派 控制立法會 控制特首選委會的機會 好了 第三部曲是換班子 最近 新的政務司司長李家超上台 新的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上任 這些硬手入場 也都顯示 這個是中央換人的第一步 明年下屆的政府產生 更加是會有第二三步的換人功夫 所以 中央是幾步曲 徹底要改變香港的政治亂象 那你又怎樣可以低估阿爺 香港反顛覆的意志呢? 你又怎樣可以低估他一步一步推進的部署呢? 好了 第二 我就想說說 都不要低估阿爺的執行力 過去 只要是阿爺尊重香港 希望讓香港自己搞 他不下場玩 由得你玩 好了 今天到今天下場了 他就不怕你說了 很多反對派仍然有一雙情願 就說阿爺如果這樣做 就會惹起外國的批評 他死要面子不會做的 你看一下 蘋果倒閉 就是要你起初月1號之前倒閉 結果就倒閉了 最近遇到一個富豪 他說事前真的想都想不到 蘋果說倒閉就倒閉 不過他分析阿爺的手法 就有一個總結 我覺得都說得挺對的 他說 阿爺就是跟你曬了 非好禮你要跟阿爺玩 他就跟你對賭 阿爺把所有駐馬放在台面 就是跟你倒閉 你開牌 阿爺也不僅止跟蘋果曬 阿爺也跟美國曬 你要支持這些人 你來跟我開牌 其實在中美貿易戰的時候 阿爺已經跟美國曬了 美國就是聲大 但是最後見到阿爺曬 最後就撤退了 所以不要小看阿爺的執行力 他執行的力度 是可以細緻到 真是要幾時發生就發生得到 第二 也都不要看少阿爺 對四大領域撥亂反正的決心 就我了解阿爺在香港的亂象 是覺得有一個中心 就是政治問題就是中心 有四個領域 媒體、教育、法律、青年 這四個領域都出了重大問題 所以令到香港人心這麼亂 特別是令到青年人這麼多 反叛思想這麼強 所以阿爺對這四大領域的撥亂反正工作 不是完結 而是剛剛開始 以媒體為例 但是我最近留意到 工聯會的吳秋北 點了四個媒體的名字 其中一個就是立場新聞 真是不要小看吳秋北 他之前講到很多事情 其實都應驗了 例如說 要人大直接為香港的國國安全立法 所以吳秋北有了到的 我看完立場新聞 發覺他做的事的確真的很誇張 例如之前訪問 走了去外國的攬炒巴 又例如今年五月 轉載一篇歐洲再出發大聯盟的文章 文章叫做 《從北愛爾蘭抗爭經驗 再向香港抗爭運動的未來》 文章作者開宗明義說 要探討後國安法時代 反思北愛爾蘭抗爭經驗 試圖規探香港未來抗爭模式的規律和前景 文章還直接指 北愛武裝暴力可以在香港發生 他回顧了北愛武裝分子演變的過程 又提到和香港抗爭的所謂分別 最後結論是 北愛武裝反抗的土壤和環境 並非絕無可能在香港出現 這些文章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分析 其實就是大力推動香港人朝的方向去想 鼓動年青人去想想北愛這個選擇 結果自然是被人投訴 有人就向警方投訴 這些文章內容為反港區國安法 其實我真是不明白 港區國安法已經辣了 為何還要做這些事呢 到如今即使刪了一文 其實法律責任仍然是解決不了 所以我真是很衷心地奉勸香港的激進反對派 不要再做溫水的青蛙了 是時候再讀讀國安法 再思考一下自己的前路 另外想說美國賣物的垃圾 真的不想不到這些事情 一座大廈轟然倒下 可以在美國發生 而且救援工作還慢到這樣 6月24日 美國佛羅里達州一座 住宅樓其中一部分 12層的大廈轟然倒塌 整個大廈136個公月單位 有55個單位崩塌了 現在救援行動仍然繼續 但成果相當有限 仍然有很多人失蹤 沒有確定的數據 最初估計是有99人失蹤 後來就估計有150人以上 由於這座大廈有很多外國人住 很多失蹤也是外國人 6月30日 美國賣物 戴德縣的院長卡雅說 死亡人數有12人 其實到現在還未找到那百多人 真是空多吉少 科羅里達州州長德桑斯蒂說 現場的空氣都是臭的 大家可以想像到 其實都不是有什麼好消息 只不過是很多屍體壓力之下未找到 而當地的 塞夫塞德市的市長白克特 就在發佈會上說 我期待奇蹟 我期待許多奇蹟 我期待並相信奇蹟 是要靠自己去做事解決問題 可惜的是美國的救援工作非常落後 你看美國政府的態度 真是有少少在旁邊 真是替他著急 自己的救援沒有做好 由於那座大廈有很多外國人 所以有不同的國家表達 其實是想派出國際救援隊 去現場幫助救援 例如墨西哥就派了救援人員 去當地 但是就未被允許入場救援 噗生這麼大件事 當地好像手足無粗 美國總統拜登又怎樣呢 在事發當日 拜登在記者會上 就似乎忘記了這件事 當時談到美國基建 就回答了美國基建的問題之後 他轉身就想走了 副總統下錦麗一把就拉住他 跟他說了幾句 原來是提他 他已經預備了簡短聲明要發佈 但是就忘記說 結果拜登就寫一張紙出來說 聯邦應急管理局的援助已經準備就緒 一旦佛羅里達州州長宣布 該州進入緊急狀態 救援資源就可以發出去了 接下來幾天 拜登都好像對這件事沒有什麼重視 很少講避而不談 美國這個情況真是令人心碎 不敢想像這樣的危機會美國發生 直至6月29號 拜登才說 計劃在7月1號 去佛羅里達州的建築物倒塌現場視察 這個已經是事發的7天之後 我說這是一場天災 但美國政府似乎硬要將它變成一場人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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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